哈嘍大家好 我是八毛律師 社會在走法律要懂 歡迎收看 世在哈囉 天天為你解答法律問題 最近我們跟我們會說 門口不會放棉 要健康 不會放東西 你才會關太多 我一定要這樣嗎 這個網友 遇到跟八毛律師最近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事務所的樓梯間 本來都有放垃圾桶 然後定時會來收垃圾 但是最近我們的管委會 也是做出一個決議 認為說這些垃圾桶 應該全部都要清空 然後變成我們現在 如果要丟垃圾的話 就要坐電梯下去比一萬 其實是非常麻煩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麻煩 可是這個是 因為根據我們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它其實就有明文規定 住戶不得於失色通路 防火隔間 開放空間 樓梯間 共同走廊 堆放雜物 那如果經過制止 然後不遵守的話 依法可以儲 四萬元以上 二十萬以下的罰款 而且可以連續開罰 連續開罰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罰你四萬 你還是不拿走 我就可以一直罰你四萬 一直罰你四萬 罰到你拿走為止 那不只這樣 如果你對放這些雜物 造成別人跌倒受傷 可能會造成過失傷害 所以那嚴重一點 如果引發災害 可能就會涉及公共危險 所以其實都非常嚴重 所以大家麻煩一點把這個樓梯間呢 跟公共區域清空 其實是對大家的安全比較有保障的喔 那管委會說自己頂幾基 這樣可以嗎 像我們社區就說 動物不能落地啦 那這管委應該沒有規定了吧 第一個其實你可以去買那個狗的推車啦 就是把狗放在娃娃車裡面 應該這樣就算是不落地啦 我們這邊可能就要先來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管委會喔 管委會它其實是根據我們剛剛講的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裡面所制定的一個單位 根據區權人投票決定說 成立一個委員會 然後去決定我們這個社區 這一棟住戶裡面所有的公共事項 第一次的管委會 通常是會由建商召集所有的區權人 區權人就是每個住戶啦 投票選出我們第一屆管委會 然後之後就是定期改選 我們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三條它其實有定義喔 所謂的規約呢 是這個區權人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然後確保良好生活環境 那經區分所權人會議決議的共同 需要遵守的事項 像剛剛那位網友提出的 譬如說我們的公共區域 狗狗寵物不能落地 因為怕牠在地上便利 那如果是經由區權人共同決議的話 那你還是必須要遵守的喔 那除非有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你發現這個會議有一些違法的事項 譬如說沒有到達法定開會的人數 那法定開會人數不足 但是他們還是做出了決議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提出疑問說 你們這個決議是不是沒有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 做出來的 這個時候去否決這個決議的效力 不然如果是經過正當法律程序 做出來的規約 那一般的住戶都還是要遵守的喔 說管委會喔 說如果沒有照那個規矩 還要發錢耶 怎麼可以嗎 管委會呢 他雖然有一些權利喔 可以去決定一些規約 可是他 到頭來說 他還是只是一個民間組織 只是這個住戶裡面 共同形成的一個單位喔 他不具備執行公權力的能力 所以如果管委會對住戶罰款啊 或者是限制住戶使用財產 譬如說有的管委會可能會訂出一些規則說 如果你違反我們的健身房的規定的話 你就多久多久不能使用這個健身房 或者是多久多久不能使用游泳池 但這時候反而有可能 因為侵害到住戶的財產權而吃上官司喔 因為合法的程序呢 應該是要由管委會報請主管機關 然後經由主管機關來執行罰款 管委會自己是不能制定規章說 如果違反了什麼 我就要剝奪你的權利 或者是要求住戶罰錢 這是不行的喔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hello 每天下午5點 like today準時上線